接着我们来看房市 现在的交易紧缩 其实弃税的税收也是大幅减少了 其实过去每个月 大概税收都会在10亿元以上 不过今年前四个月 已经出现了两个月都不足10亿了 平均每一件房产的交易 原本是较4.4万 但是我们来看看 也是有县市的表现是不错的 像是新竹县 是高达了平均6万块钱 远高于6都3到5万块 这样子的一个水准 那很多人都说 哇6万块 比很多上班族的薪水还要高呢 真的是全国冠军 但问题是对于今年的房市景气 何顾金控就进行了一个分析 认为现在还是有蛮多不确定的因素 像是股市啦 升息啊 地缘政治等等的风险 所以房市的观望气氛还是蛮浓厚的 认为今年少半年的交易 应该会是房价向下缓修 交易量跌的格局 好所以建商呢 在推案的时候 都要反映一下市场的需求 看看哪一些产品消费者会比较青睐的 那现在看起来新岸的主力 大概都是两房或者是三房比较多 那尤其是三房的占比的比重是最高的 来到了百分之四十八 那最少见的就是套房楼占比不到百分之一 但如果是以区域来看的话 那就出现了大不同了 像是台北市我们都知道因为房价单平很高嘛 所以其实在台北像是套房或者是一房的比例 是六都当中最高的有来到百分之二 那新竹地区的话则是以三房还有四房是最多的 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数字啊 如果呢是说套房的话大概就有小小的零点五趴 但是如果是三房的话居然有高达了百分之五十六点七 这样子的一个表现 看起来在新竹买三房的比例 那当然是最高的 这个数字也是各个县市第一 那至于高雄市的话则是两房最夯哦 比例有来到了百分之四十四 也是因为现在都是很多的双薪小家庭嘛 所以很多消费者都会优先锁定 价格相对比较实惠的两房 那等家庭人口增加了或者是收入增加了 在以房换房去走三房的房子 所以呢也让建商嗅到了商机大局强劲 那至于台中市啊 我们则是要来看看房价 其实可以跟百货商场周边算是非常有关联的 也是所谓的涨价潜力区 因为我们都知道台中人的消费力是非常的惊人 所以去逛百货几乎说可以是日常了 那业绩最强的新光三月跟大圆百 去年营业额合计就超过了四百多亿 所以很多新案推行就是以商场当作他们的行销主轴 像东区的三井周边的房价啊 这四年多的涨幅高达了百分之五十点五 已经将近一半了 表现最为亮眼 那在北区的中油百货呢 周边的房价也成长了超过百分之二十二 今年的平均房价每平落在二十七点二万元 不过在台中以不同的区域百货商边的周边的价格 其实还是不太一样的 当然也是跟主力买房还有房价的结构有关